我們這個課程其實有幾個不同的目標 當然第一個目標或者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我們希望培養一些高水平中文能力的老師 這個中文能力高水平的老師 他就是一文兩語的要兼顧 所謂一文就是中文 因為這個中文教育的課程 兩語就是包括了這個普通話和廣州話 這兩種語也是在現在香港的中學或者小學裡面 是非常之重要的語言來的 所以同學必須具備這個一文兩語 另外中文科的教學 你看中文的兩個字很簡單 但是中文那個字呢 就是裡面的內涵呢 其實是包括了不同的中國語言 譬如同學說到 譬如可能是粵語等等 這些語言 那就是文學 譬如同學也有舉過一些例子 譬如可能是繪本 或者可能是詩經 文學 那另外呢 是文化 那文化那方面呢 就是 譬如我們有香港文化 那也都有這個傳統的文化 或者甚至乎 譬如說 可能是一些 金融等等 那些都是文化 這樣 那我們是對這個中國語言 文化 文學等等呢 是有一個深厚的認知 那而第三個目標呢 就是希望呢 我們的畢業同學呢 是可以在香港的中學 或者是小學呢 是任教這個中國語文科的 這樣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呢 一個 課程的課程 這樣 那我們是裝備同學 是可以在香港的中學 或者是小學 那裡來到 去任教的 那還有呢 就現在那個教學呢 是很需要 跟教師呢 是一個終身學習的能力 那就 因為世界變得很快 那很多時候都是要 要變啊 那譬如說 資訊科技啊 那這些呢 就特別在那個疫症之下呢 那個資訊科技 那個 或者電子學習 或者線上學習等等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這個都是 我們的同學呢 是必須 就是要有的 那第二 另外呢 就是說我們也都希望 我們的同學呢 能夠呢 懂得欣賞不同的價值觀 就有不同的社會 和這個文化的價值觀 這樣 因為實際上來講呢 他要跟不同的 就是持份者 包括家長啊 同事啊 或者是學校的一些同工啊 還有其他專業人士啊 也都合作的 那所以呢 他那種溝通能力 就是曾老師說 那個溝通能力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 那溝通能力之餘呢 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一個 就是 要素養呢 就是說能夠欣賞不同的人 那我們能夠是讓更多的人呢 成為我們的幫助 以致我們呢 成就我們的目標 這樣 那當然 就是能夠了解當前香港教育的課題啦 也都能夠是積極回應不同的教育改革啦 那這幾點呢 就是我們的過程的目標來的 怎麼去實踐我們的目標呢 那我們有不同的課程結構的內涵啦 包括有這個 有主修啦 有這個教育研習啦 有這個通識教育啦 有這個畢業專題研究啦 又有這個選修 有這個學校體驗啦 有這個語文增潤啦 以至呢 沉浸課程等等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去年呢 就是那個 就是入學那個 平均的分數 就是我們在說的best 5啦 那去年的話呢 那我們22分 那之前呢都是21、22分 差不多啦 那所以今年的估算呢 可能大概都是如此啦 那如果是DSE中文的成績呢 就minimum呢 就是5的 這樣 那所以大家 我想都考完啦 這樣 那希望各位 都能夠有美好的成績啦 以致 好像子欣這樣說 我們校園相見啦 那麽 那麽 面試那裏呢 就是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些 形式啦 我想大家都有 小組討論的經驗啦 學校裏面 那我們都是用回大家 就是 就是 行常地 就是 來到 就是 老師會和你 就是 採用的一些 形式 就是這個小組討論 那 而小討論那裏呢 就是用粵語進行的 用粵語進行啦 這樣 那就是 應該都是會是Zoom 的 形式這樣啦 那 那 平均的標準有幾個項目啦 譬如包括了你的專業素質啦 你的溝通能力啦 還有思考的水平啊等等